近期廣西強堆留鐵器頻繁 被將專家提醒 初雪未出雪 對鐵源高法 請注意防範 廣西台報道 8月22日夜晚11點55分 就會驗離初雪節氣了 主要是停的意思 說近年月的鐵器就快結束 不過 對於嶺南很多地方來講 就算到了初雪 都還未出雪 距離真正兩手的鐵器還有段時間 廣西都不例外 現在鐵器還是很熱 而且強對流的鐵器都很頻密 那麼 市民應該怎樣做好防範措施呢 又怎樣避免地雷敵重呢 初雪天仍然嚴險始終秋老虎 每年初雪節氣期間 廣西的鐵器都還是很熱 秋老虎經常出來威 很多地方都有雪時35度或以上的高溫天氣 根據自治距離氣候中心的月下 由月4號到7號 往西大部分地區都會出現高溫天氣 另外 初雪那陣道是颱風影響的高溫期 預計八月那2號到9月20號 可能有個颱風會影響往西 南嶺受雨水壓制的高溫積積會貴 南嶺市這場環預計 八月25號至28號 南嶺眉穿上晴熱的天氣 整個時報是多溫泉 下午局部地區會有震雨 最高氣溫力將重新重置高溫線 由24號之前的涉市30度到32度上升至33度到35度 強對流天氣為何這麼頻密 近期 雷電和雷波大幅等強對流天氣在廣西很頻密 幾乎每日廣西各地的氣象部門都會發出雷電預警訊號 特別在貴南和沿海地區 出現強對流天氣的頻率更加高 廣西氣象台首席雨波原理生涯介紹 三月到九月都在廣西強對流天氣多發的時期 不過成人有點不同 其中三月到六月的強對流天氣主要是因為南亂空氣在廣西交回產生 七月到九月的強對流天氣主要是下周的對流或者熱帶系統造成 根據預判8月22日、23日 廣西部分地區都還會維持分散的中度大雨 局部暴雨到大暴雨 還會沒有短暫雷波大風等強對流天氣 貴南和沿海地區要特別注意方範雷雨天氣的運力影響 雷電威力大要小心方範 強對流天氣在氣象學上講的發生得可能嚴 移動得很快、天氣好互劣、破壞力很強的災害性天氣 主要有雷雨大風、冰雹、共放暴雨、龍捲風等等 涼藥可以更好地應對這個來去匆匆的發言 尾山劍建議出現強對流天氣的時候 市民要密切留意天氣變化 盡量避免出街、留在安全的地方眨備 河線安置容易被雷雨大風影響的實在物品 注意固定好門窗、圍板、限架、臨時搭建物等等 容易被風吹動的搭建物 還要盡快離開 8月19日 往西北海的一個海域出現雷電暴雨天氣 造成人緣失望 遇到雷雨天氣的時候 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加強自我保護 避免被雷雨天氣中 有雷電活動的時候 市民應該立刻運裝有被雷震的建築物 或者鋼筋運用號建築物為躲避 注意不要在检樓的建築物裡面 都不要在空曠的地方擔擠 尼山鹽提醒 雷雨天氣的時候 市民要減少使用電子產品 還要盡量離開山幽、海邊、河邊、磁房邊 同時 注意不要在前地做事 不要露天使用燈熟工具 不要靠近高壓電視旁孤立的高樓、樹木、棋桿等等 總之 處署時節水標指著 嚴言便撇起正常結束 但強對流電力是我們需要關注的重點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力 注意電力變化 遠離危險區域 做好防禮措施 以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屁臨 呼叫都魔分 1、2、2、2、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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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5、5、9、2、3、1、2、2、1、2、5、4、3、3、9、0、3、7、7、3、4、1、2、3、1、4、1、4、4、5、1、2、1、1、3、 하� lasciph joining